而校園新竹霸凌事件呢 现在很多的网友都替受害的小粉妹来打气 那么现在已经有三个人都出来鞠躬认错了 而且呢第三位他还讲说会去参与霸凌打人 他其实根本不认识被打的小粉妹 他只是替朋友来出气 校方除了后续的辅导之外 也寄出了留校查看的惩处 对不起 对不起大厦就打你 那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 对 深深的一鞠躬 知道错了 这个道歉已经是事发后的第十二天 即蔡鬼妹和初拳妹出面道歉之后 向腿帮成员角踹妹再度鞠躬认错 一阵乱踢 他从中补一脚 这名角踹妹跟小粉妹根本不认识 会参与霸凌打人 完全是为了帮朋友出气 你既然跟他不认识 你为什么要动手呢 就帮朋友 帮朋友 你觉得这样是为什么是帮朋友 因为帮朋友出气吗 那 现在回想起来会不会觉得蛮幼稚的 很幼稚也很后悔 眼睛泛着泪水 说自己真的很后悔 但这一踹不止引起霸凌风暴 校方的陈楚也躲不掉 今天也已经开完江城会议 我们决定的惩处是留校查看 同样出面道歉的蔡鬼妹和初全妹 却驳网络留言 说强调疑似黑道撑腰的康叔 是网友乱扯 但警方目前已经掌握康叔背景 究竟有没有黑道介入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而七名霸凌少女除了小溪 因为父母双亡被强制安置之外 其余六人都被韩送法办 真正和孟清和赵伟新竹采访报道